早 今天是周末 我好不容易上午有一个时间 所以就想带大家来看一看 我的寝室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寝室就是很普通的四人间 我们先从底下这个衣柜开始说起吧 因为我衣服其实挺多的之前 我之前一个人住的时候 就觉得衣服特别多 然后搬到宿舍来以后 我就在想我要怎么样 把我的那些衣服都能够收到这个柜子里去 所以其实也是有做一些精简的 这个是我整理过的 其实这样看还是挺简单的 它里面有分四个格局 每个格局的衣服的功能都是不一样的 我不想要这个小柜子太满 所以我就会定时的整理一下 柜子外面我是粘了两个这样透明的挂钩 然后挂的是我平常会背的书包 还有这个帆布包 这个是我平常偶尔用的瑜伽店 我现在已经很久没有运动了 是一个小的行李箱 因为要经常出去开会什么的 所以就会比较频繁的用到它 我就直接把它摆在这外面 然后也不会占过道的位置 然后打开看底下这个衣柜 底下这个衣柜放的都是秋冬的衣服 我那天整理的时候才发现 我秋冬的衣服只有两个颜色 就是一个黑色一个这样驼色或者米色 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做穿搭视频的原因 因为我其实衣服就挺单调的 就是我比较喜欢穿深色一点的衣服 这几个衣架放的全部都是裤子 然后这里放的是一些西装 还有几件秋冬的大衣 整理看来其实这个衣服的数量 是目前我还可以承受的数量 就如果你再多放点衣服进去 可能就位置就不够了 买了两个这样双层的收纳 放的是袜子 就是夏天和秋冬的袜子放在这边 这边是有一双新的冬天的靴子 然后这边这个收纳箱里面 放的是冬天其他的衣服 就暂时没有拿出来 因为真的也摆不下了 基本上这样看来这个柜子 就已经被我放满了 但是因为我自认为还是有给他们分区的 所以看起来也不算是特别特别的乱 然后是书桌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我就重点介绍一下 因为平常可能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坐在这度过的 这边是放了一个这样的小的篮子 比较常用的伸手就需要拿到的一些生活用品 我就会放在这里 因为我之前看很多宿舍改造 他们是有把这个柜子贴上壁纸之类的 但是我自己的话我还挺喜欢这个柜子的颜色的 就是这种圆木色的 我还挺喜欢的 所以我就没有去贴壁纸 就贴了一些我喜欢的这样的画贴在上面 就看上去这一片不会特别的单调 这里贴了一些比较可爱的图案 所以这一面算是我比较满意的一个区域 这个是我的电动牙刷 我特地新买了一个可以这样 就是悬挂在墙上的一个牙刷 这样就可以节省一点空间 上面这一层 这层有两个盒子 里面放的是护肤品和日用品 这些护肤品就是可能没有每天都用到 我就会放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这种收纳盒还是非常实用的 这边我买了一个小的架子 就可以划分成上下两个空间 也算是空间的多利用了吧 然后上面放的是平常会吃的一些东西 就比较好拿 直接拿的我就会放在这上面 然后下面这个小盘子里 放的是我的各种卡 门禁卡还有钥匙之类的 就是顺手就能拿的我就放在这边 然后这边放了那个美妆蛋的一个小推车 这边的书不是特别多 这些本子是上课要用的笔记本 这些都是印的材料 我就统一拿书例先放到这里 然后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缝隙 我就能塞一点东西就塞一点 放的那个酒精棉啊卫生纸之类的 就放在这边 然后这边呢 就是我觉得这一块有点单调嘛 所以也有贴这样的小的图案 然后这个是我每天的to do list 我就会贴在这个地方 就是很方便 一眼就能看到 底下这个区域 先从后面说起 这个是我先贴了灰色的墙纸 刚开始来的时候 那个墙纸是一种碎花的墙纸 我不是特别喜欢 我就直接在它的原来的基础上贴了这种灰色系的墙纸 然后去买了这种墙贴贴在这边 那这里就没有贴好 因为它之前底下的那个墙纸就贴的不太好 所以就有点影响到我后世贴这个墙纸 哎不过没关系 插座这边呢我就又是粘了很多我喜欢的这种小人的图案 这个是那个软木板 就是你们只需要去搜软木板就可以搜到这种板子 其实现在已经很常见了 上面也会贴一些我喜欢的卡片 还挺能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 这个台灯也是我之前用的旧的台灯 我就直接带过来了 这个笔筒是之前在ZARA Home买的一个笔筒 还挺可爱的 我还放了一个小小的多肉在这边 这边也是放的都是我的书 就是一些课外的书 然后这个是我每天都会喝的咖啡 我也放在这边比较方便拿 这个就是我之前有介绍过 我放耳夹的一个本子 这个收纳放的是一些杂物吧 然后有吹风机啊 保温杯或者还有一些 就是也是一些杂物的 小的一个箱子 里面放的是我护肤品的囤货 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学我 就不要囤这么多东西 给大家看一下囤的东西 这个空花瓶就是之前不是会买花 然后最近也没有去买 所以就暂时闲置在这里 这一块是我垫的一个桌布在这边 这个是我里面放了一些日常用的耳环 或者是戒指之类的 这也是放耳环戒指的 这是我朋友送给我的 蛮可爱的 这个洗漱杯我不太习惯放在那个 卫生间里面什么的 所以我就会把它放出来外面桌子上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我要跟大家安利一下 这个叫做头皮上药器 就是我之前不是一直都有那种脱发的困扰吗 然后呢就是有去开药 那个药水就是可以直接灌在这个上药器里面 这个不是广告哈 就是安利一下 它打开之后就是这样的一个几个孔 然后你就直接刷在你的头皮上 我就不演示怎么用了 但是这个东西真的非常好用 然后你们可以去搜一下 它就叫头皮上药器 这个是在明创优品买的一个擦手巾 我特别需要擦手巾这种东西 然后后面这个袋子里面装的是一些线 这一边挂着的全都是我的包包 这几个包是冬天的时候比较爱背的 然后这个包是双11买还没来得及拆的 这个是ZARA的一个流浪包 我还挺喜欢的 这边有一个类似于宜家的一个小推车 这个小推车对我来说真的太有用了 我会在小推车的第一层放我的护肤品 还有化妆品 平常我坐在这边化妆的时候 随手就能拿到这些东西 非常的方便 然后第二层这边呢放的是一些日用品 这个就是这些小样 是我平常出差的时候会带的一些小样 我就把它全部先收到这里 出差的时候就直接拿走就行 然后这边是臀的一些牙膏之类的 然后这里面有一些手杖用的东西 三层放的也是一些杂七杂八的杂物 它也不会很占位置 然后也很方便 这边也挂了一个小篮子 这个小篮子就是用来收纳我的数据线 这个小的篮子里放的是姨妈筋啊 还有卫生纸之类的 这个小篮子里面放的是一些碗筷 还有碟子之类的东西 也收在这边 底下这边有个小小的鞋柜 这个之前视频里也有出现过 我把它放在这里面 也不会占到外面空间的位置 然后放在里面也非常好拿 里面有一些日常用的鞋子 接着看一下上面床的情况 我的这个床帘是买了一个这样格子的床帘 然后这个床帘的遮光性还挺好的 这个就是我的小床 我买了这样的一套的床上四件套 我觉得床品这种一定要选好一点的 就睡起来比较舒服一点 然后这边我也贴了这种灰色的壁纸 上面高的地方我就懒着贴了 这边挂了两个挂布 床上我没有放太多东西 因为我就想要睡的舒服一点 这边放了一个小小的箱子 放的是一些比较私人的物品 床垫的话建议大家买厚一点的 因为床板还是挺硬的 床垫买厚一点会睡的比较舒服一点 所以这个就是总体的一个宿舍的样子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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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